海谷战马暴雪娱乐提供 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 炉石战绩作为卡牌游戏 过往都会不定期缺弱部分过于强势卡片 官方30日公告最新平衡改动 当今版本十分强势的四张卡片 坑道如虫捆扶着拉闸 海谷战马与海盗派其将被缺弱 而这四张卡牌更动将在下个月的时 二更新党后生效 玩家可以在围棋两周时间内分解胜数卡牌 并获得群额磨成 海谷战马消耗从七点提升至八点 海谷战马无论用在自剑牌组还是竞技场都非常强 它对战局有利及且巨大影响 也因为它是中立牌 所以能够被加入非常多种类的牌组之中 将它的法力消耗提高 一边可给对手更多时间 能利用强大的后期卡牌 反制海谷战马对战局造成的影响 坑道如虫攻击力从五点降低为二点 坑道如虫暴雪娱乐提供 因为坑道如虫降低法力消耗的机制 玩家在对战开始时手中是否刚好有这张牌 将会让它的效益有巨大起伏 也因坑道如虫是张十分强力的中立卡片 常出现在许多职业的牌组中 透过降低其攻击力 我们降低了整体起伏的可能性及卡片度 但仍确保在前期抽到它的玩家能从中获益 并在合适时间使用这个低消耗的手下 海盗派奇不再具有冲锋属性 海盗派奇 暴雪娱乐提供 派奇的强势几乎让所有职业都在牌组中加入一些海盗 以获得此卡片可带来的效益 它的前期对战能力也或使控制牌组都必须纳入反制策略 此改动应该能让开放模式玩家在组牌时增加一些弹性 移除冲锋属性会降低其强度 并确保它不会在那么多牌组中出现 让对手有额外的时间能够应付派奇 捆扶着拉扎 跟动后的叙述为战后 若你牌队中没有重复的卡牌 本赛局中你的英雄能力消耗为 1.捆扶着拉扎 暴雪娱乐提供 和海盗派奇的情况类似 团队对于让拉扎永远保持其现有特性感到些许一律 拉扎现在是暗影子神 安杜莹的重要组合纪元件 可能导致玩家在赛局中极度仰赖于第五 回合以前抽中 它在准备迎接新的鲁石战器年时 调整其战吼会降低在标准模式中 和暗影子神 安杜莹配合的整体强度 也会让它在开放模式中拥有比较合理的强度